日本女生竟然流行住这里 哈喽我是小美 传统帐篷露营环境太差 日本女生最近流行起一阵豪华帐篷风 既可以享受露营的氛围感 还可以泡澡看着天空发呆 简直太舒服了 今天一起看看到底怎么样吧 这家是8月在千叶线新开的Granping 刚开业客人就爆满 缺Qin之后 在这里可以选择需要的洗漱用品哦 这个像衣服一样的包装造型好可爱 还有饮品都是无限倡饮 晚餐店里预定的BBQ 在这里还可以提前选择自己想吃的蔬菜 再来调制一份可口的烤肉小料 这就是今晚我要入住的帐篷房了 我的天呀 这也太浪漫了吧 你想象中的还要打两张温馨舒适的床 大大的落地窗 坐在摇椅上 看着落日的生活也太介意了 隔壁还有超大的餐桌 独立洗面池和卫生间 竟然还可以露天泡澡 正在这时 热情的小哥哥已经端来了今晚BBQ的食材 这就是今晚的menu了 也太丰盛了吧 海鲜 蔬菜 肉类 营养美味 这个和牛真的超级软嫩 着实有点奢侈 夏天真的是没有什么 是一顿BBQ解决不了的 吃饱喝足 晚上和朋友一起勾火 烤棉花糖可是烧烤的灵魂 甜甜的像极了爱情的味道 再泡个舒服的热水澡 躲在被窝里看电影 简单又浪漫 早上好呀 第二天起床下大雨 骑树完化好妆 发发呆 这是今天的早餐 有贝果 Nostow Beef 果汁 吃饱喝足 准备去周边的景点逛一下 又是开心的一天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